原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從來都面無表情,陰森可怕的總庭長 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快言快語, 將很複雜的案件到他手裡,竟然十分輕快又省視 厚唱首批,寫出順口歌詞,半段就完成兼甲宣布完畢,又退庭 庭長說三日後公布犯人的坐牢時日是幾多年,重罪的是幾時殺頭槍斃 那個判案的庭長當然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手 他只是拿一隻眼就會看出這類案件屬於什麼性質 他早就看出證人是收買嫁禍的 不過法庭不識破,就成了真憑實據了 這個庭長從來不理你是什麼性質 冤案也好,假案也罷 他都會特意將這件案擺住,拖住 說三日判決,實質要九日才判決的 在這段時間,他就要等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人來講話 用庭長的說話來說,力是勢力的力,要互相利用價值 並非是勞力的力,錢財是指現錢的錢 本衙門歷來八字能開,總而言之有理無錢,莫進來 等候交易,如果沒有人前來交易 到時就公事公辦,又等於亂判一通 總而言之判你的當事人事與怨違 在未開堂之前,公務局局長也早就知道這件事 他同樣絕對不相信他的手下人科長丁思遠 會做出參與開槍搏火,打死武裝警察的事 他更加不想出面去認真審查,據理力爭 事關他知道如果丁思遠坐牢,他就有機會立即使用自己的親信來補權 丁思遠這個人雖然辦事得力能幹,不過他從來不做壞事賺不到黑錢 因為沒有錢效敬上司,令自己無利可逃 那邊偵探警方因為槍戰死的人多,更加願意這樣亂重判 對民眾有交代,幫政府和警方自己都有一塊遮醜報 何樂而不為呢? 第三方的黃董事長,他身為富豪 很多是非的事,只是花錢一律委託宋律師去包打天下 歷來萬無一失,這時宋律師照舊對黃董事長說 放心,判下來應該不會成問題 大不了不就無知誤交匪人? 這類事,歷來的黃法也有說 不知者何罪之有?即是不知者不罪 黃董事長的信以為真,就一心一意,等候那件有驚無險的事快點過去 日子一日一日過了,第九日終於到 哈!總法庭庭長見這件案未有人帶更多的錢財來請求營救 就照原來的樣子亦都免看多眼了 既然有人指證,那就很省事而已 依照有人指證,就是鐵證的道理 沒有人再來指證,同樣是鐵證 兩證相家就是最公的證,最公的平 最正力來是法庭 今天總庭長成了半個開眼,半開眼可以閉目養神 紅色筆,輕輕一畫 定氏遠高月明夫婦,因為有六位證人指證,同犯同等級的罪 重大嫌疑直接間接,開槍薄火,殺死軍警多人,屬罪大惡極 姑念二人歷來為人正直,義氣能勤勞克苦,對民眾事業有很大功勞 本法庭決定,從輕發落,判決你們共二十年牢獄 兩個人共分等於每人十年 對這樣的法洛警方說,量刑合適 找你們做梯罪羊,出我們的氣,最好不過呢? 再說那位公務局局長,口到從來沒有說什麼 只是在他心裡說,嘿嘿 雖然閣下是最難得的人品,最正直的政府下級官員 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是你丁某自己倒霉啊 我為什麼要多管閒事來保你啊? 你去坐牢,我的親信,即時就搶佔地盤,得到份額,幫我賺錢 那有什麼不好呢?那些買通了證人,害你不關我事的 總之我就沒有出手害你,本人確實是一位民心無愧的上司 就算你閣下被人殺頭,我都會假裏沒有看見啊 你陰魂到了地府陰間,嚴羅王老子那裡也都告我不到 我怕什麼才行的? 這個也怕報應的康局長呢?細心想下來自己問自己 他是屬於平生不做虧心事的人,半夜敲門也不驚啊 想通了這番大道理之後,他即時就變成了一個理直氣壯的樣子 忽然想起,親信搶佔地盤之後,每年本人的腰包裡盡漲幾多幾多 唉,那這件事,這件事就正啦 高大肥的康局長,在心裡從怕都不怕 從不怕忽然想起了錢,想到錢到手之後,跟著就悶心歡喜啊 唉,大風雷日報,登出了總法庭判案結果 從此世人個個都知道,都在談論那個表面民政政席的丁思苑高月明校長 這兩夫婦原來是個能夠落手開槍殺人的家夥啊 真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口面不知心咯 不過有幾個人他們是不相信的,哪幾個呢?他們是總庭長、康局長、警督廳長啊這幾個人 今天,黃董事長夫人笑著對六個埋沒天理良知 有特殊心態又妒忌才華的男女中學老師說 哼哼,在法庭上你們夠膽,又夠真正 學校第二天有好的職位,自不然會記住你們的 這六個人異口同聲地說,好,好啊,好啊,有夫人照顧撐腰,今後我們誰都不用怕了 那再說,同一個時間裡頭,黃董事長知道大事不好,就急急招了宋律師來 那時候的黃董事長面色難看又難過,他好像壓著一把聲那樣說話 什麼?宋律師啊,金山財團委託閣下做事從來都未短缺費用的 為什麼這件事居然會搞到這樣的地步呢? 啊,說話聲啊,留著聲尾很長,擺明是嚴重又傷心 黃董事長說完就眼定定地看著地上不動,兩隻耳聽著回音 對方早有準備的宋律師,現在很鎮靜,特地嘆口氣才說 唉,事因這件事,關係太嚴重了 所以那天我都說過了,謀事在人,誠事在天 唉呀,我真是發夢都想不到,會得到這種結果的 講完,拿手一擁眼鏡,兩眼朝天 此時此地,一個望地,一個擔天,成了一幅十分無奈的無聲動畫 啊,話分兩頭,丁思縣高月明夫婦一夜之間成了重犯 從此要入重刑監獄受刑府啊 另一個受痛苦的人還有高老夫人啊 那天她帶著未知痛苦為何物的五歲男孫仔 在公堂上做旁聽,親眼目睹了和以民一妻之後 老人突然間感覺天旋地轉和以民不止幾乎暈倒在地 幾經辛苦,婆孫二人才回到家 痛苦絕望深邃的老人,等了很多日之後 才等到兩個兒子高貴宗高貴雄上門探訪 那時候的老夫人,在眼裡頭已經看不見有悲傷的眼淚 會極力鎮住挖心之痛的高老夫人,現在笑著對兩個兒子說 啊,你們來了,兩個兒子早就知道妹妹家出了大禍 現在也明白,確實來得遲過頭,出於本能,異口同聲地說 媽媽,我們早就應該來看你了,無論天天都要上班做事 和各種事前身,走不開啊 高老夫人就笑笑說 啊,不要緊啊,不要緊啊,媽媽多好啊 吃得、睡得,還不死得 大兒子高貴宗,兒子高貴雄,好像同時在想 媽媽這麼客氣,說不然她很生氣都不頂呢 說話有骨的 想到這樣,高貴宗就馬上轉話題說了 媽媽,我們見到各大報紙都說 妹夫和妹妹誤交了匪人,被判刑十年這麼久 高老夫人聽了,真是扯火了 這麼久未見的兒子,難道天下這麼大,這麼多說話不好說 拿這些事來說 是要逼不及待,說出媽媽最痛苦的一頁 難道這樣也要先吐為快嗎 痛苦的一頁 現在兩個兒子又再三問不想說話的媽媽 媽媽 細妹究竟為何要結家那匪人撞大板 高老夫人聽了,又一陣心如刀腳 她很明白 世間事到現在,人人都這樣說 早就成了貼的事實 一個很出色,很有前途的青年教育家 和一位正直義氣的政府下級官員 是匪人的同類 現在同胞手足都是這樣一致看法 高老夫人最終唯有回答了一句 她小聲說 唉 做媽媽的都無可奉告 如此這般又過了一陣 高老夫人就誠懇深切地問兩個兒子 貴宗 貴雄啊 你們說 叫了一聲 丁群 你得過來了 身邊 她問婆婆是不是有好東西吃啊 那樣 老夫人就失聲笑了 嘿嘿嘿 小蚊仔 正是知道要好東西吃 快點叫大舅父二舅父啦 天真的小孩子好聽話 立即上前 連氣叫了兩聲 大舅父 二舅父好 小孩子的叫聲 引到再長的人都笑了 高老夫人一邊笑一邊揮下手 時意叫丁群的小孩子 走開自己玩啦 跟著她就繼續對兩個兒子說 貴宗 貴雄 十年人事幾翻身 唉 我決定 從今天起 丁群這個名 原意是大過兒子之後 繼續去做教導人群工作的人 做婆婆的 現在要將她的名字改成丁山 我都知道 人是群居的動物 不過人群 可怕的動物群很多的 丁家添了丁 在山中生活 會比在人群生活安全很多 孫仔的名字 叫丁山 給丁群合適 遠離人群 有什麼 媽媽說得對 說得對 高老夫人就說了 唉 對與不對 誰知道 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丁山孫仔 現在她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估計 再過幾個月 她就實會是人之初 聖本善 變得又快 會習慣眼前的一切 不會再問起爸爸媽媽去哪兒 為何還不見爸爸媽媽回家 唉 我最關心的是 未有來到十年 我死了之後 這個孫仔 誰來供養教導她 老夫人說完憂仇事 就馬上移動衰弱的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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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馬上移動衰弱的女人聲 又問 屋裏面有沒有人 一邊問 就一邊拿手拍門 高夫人聽見很心急 又很想快點 但偏偏又很慢 是有心如力不足的緣故 她一邊認 就一邊慢慢 咪咪摩摩地才開了門 叫開門的沙沙地聲的人 原來是一個中年女人 她衣著好華貴時尚 身光頸靚 看樣是一個高大肥的貴婦人 貴婦人見了高老夫人 立即變成了很細聲的說話 請問老太太 這裏是不是金山中學 高月明副校長的家 面前又驚又驚的高老夫人 好禮貌地做了半個叩頭的樣子 細聲一搭 是呀 高貴雄見到有人來訪 一起對媽媽告辭出了屋 被請入屋來的這個肥女人 她不再客氣了 而是站在屋裡等候著老夫人送人出門口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裏 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